自动化码头就是提前在码头这个节点上实现了自动化运作 中国人18个月前开始建造的自动化码头 今天已经试运行超过了半年 这就是所谓的磁钉 它和我手中的磁钉是一样的 这个磁钉里边有一个感应芯片 我们在整个自动化区域之内 人会受到将近有1万个这样的磁钉 ATV在经过任何一个磁钉附近 它都能准确地感知到它的相对位置 这样的话ATV就可以具备自我打算的力 ATV是自动引导车的简称 它的任务是在码头和堆场之间转运集装箱 它的过人之处在于 在众多ATV一起工作的时候 每台ATV都会根据实时的交通状况 选择最经济的路线 另外虽然它安装的是直径1.8米的巨型轮胎 但每次定点停车的误差不超过两厘米 不间断的试运行半年以来 研究团队已经对最初的设计 进行了上千次的调整 在这里积累的经验 对于秦涛来说就是无价之宝 秦涛这次过来 主要想了解AGV动力方面的问题 目前AGV的充电技术 已经可以满足全自动滑码头 全年无休每天24小时连续工作的要求 解决了续航的问题 自动化码头具备了 与传统码头中效率最高的团队 竞争的能力 这个时候 它完全不排放任何污染物的优势 开始呈现 传统的高污染工作场所 将彻底改观 2016年8月25日 阳山岛自动化码头的施工现场 第一批7900多个磁钉 已经安装完毕 首批新一代自带起升的AGV 也开始进场测试 你看它现在在这个转弯的时候 它是因为这个它会偏满 这个是转弯 不知道是这个地面的问题 还是因为设备的这个问题 目前全球AGV数量最多的 也就是控制系统最复杂的码头 一共有96台AGV同时工作 而阳山岗自动化码头 AGV的数量将达到130台 这意味着AGV必须更先进 控制系统必须更优越 中国人有信心面对这个挑战 中国东部繁忙的港口链 是中国与世界之间的桥梁 一年之后 阳山岛上世界最大的自动化码头 将建成运营 而它引领的港口升级潮流 将使这条港口链 更加熠熠生辉